花莲市推动路灯任养后获得来自各界的响应 陆续有单位、团体以及民众加入路灯任养的行列 花莲市主商里爱心不落人后 在里长廖大庆的号召下 里面一起响应,任养了35盏 市长魏佳燕颁发感谢状 感谢出钱处理的爱心人士 一起为花莲相亲点亮回家路 花莲市推动路灯任养获得各界的支持 花莲市主商里在里长廖大庆号召之下 里面一起响应,任养了路灯35盏 我们的里面大家都很团结 然后我们每年都有办写春年的活动 还有一个任养路灯的活动 结合了我们的主商里社区 每一个人一起来点路灯、点光明灯 让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照亮整个花莲市 市长魏佳意愿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出钱处理的爱心人士 一起为花莲相亲点亮回家的路 今天很开心 我们主商里的廖大庆里长也邀请了非常多 我们主商里的伙伴们一起来募集路灯的费用 真的很感谢他 这一次其实我们任养路灯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持续的在进行 那我们目前后也持续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抛砖引力后 然后让更多的企业不管是工还是一起来做这个路灯的任养 那也希望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主商里长廖大庆亲手把任养捐款交给市长魏佳燕 他也表示李明都是抱着以任养一盏路灯 照亮别人的心情 自发性任养 今年第一年任养35盏 未来每一年都会号召李明参与 希望可以让任养的盏数持续增加 这里会换市报道